向國前進來 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 新任特首李家超和特區官員 在金子晶廣場舉行升旗儀式 只是受到熱低壓天氣攪局儀式 在3號風球下舉行 現場強風陣陣 不但官員們都頂著強風升旗 就連李家超和夫人的頭髮 都被摧亂了 疑似中護其警隊進場 也捨棄過去的英式步操 改用中式步操和口令進場 去除過去的英國殖民色彩 為習憲中華民族偉大福興 做出貢獻 謝謝大家 李家超宣誓就職 全程用所謂的普通話誌詞 完畢後習近平上台 說出了他對香港的四個經驗 和四個希望 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 也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贊同 這樣的好制度 沒有任何理由改變 習近平不斷重申 一國兩制的重要性 經過25年實踐 是前無古人的創舉 因此沒有任何理由改變 無論是國際金融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 還是一些劇烈的社會動盪 都沒有阻擋住香港行進的腳步 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 一個地區的人民 會允許不愛國 甚至賣國叛國的勢力 和人物掌握政權 但話風一轉也暗指 過去香港的反送中 雨傘革命等社會運動 因此習近平強調 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 也再次呼應他對一國兩制治港的堅持 TVB新聞綜合報導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七一活動兩天都搭乘高鐵赴港 從西九龍高鐵站到第一個點 香港科學員沿路為安都相當嚴格 除了0到1 我們希望1到10 我們都做 不要都送到深圳去做 整座城市七一兩天 被劃成了禁止無人機飛行區域 陸海空都有港警和海警嚴密監控 先把一些有潛力的企業 都放到裡面去 從科技員到疾病中心 獲准採訪的記者被告知 不能攜帶具有政治性或冒犯性的物品 有一名記者身上被搜出了塑膠牌子 上面寫著香港兩個字 牌子立刻被沒收 習近平在科學員逗留了大約半個小時 車隊離開之後 這裡的保安未驗鬆鞋 仍然有大批警員在場駐守 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 前往香港西九戲曲中心 欣賞彩排樂劇折子戲 本身是歌唱家的她 看得很投入 彭麗媛看的戲曲 其實具有中國文化傳承的象徵意義 而彭麗媛第一天穿的深灰色 到七衣當天穿的深紫色連身衣 依舊是出自於大陸無用品牌 蘇州絲綢工學院畢業的設計師馬可 再度因為御用服裝師引起關注 TVB的新聞柯勝雄 陳湘如綜合報導 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親訪香港 當然引來國際關注 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對於你這五年來的工作 中央是充分肯定的 大陸央視相當人大篇幅報導 只是南韓媒體韓聯社 卻又派出香港的記者製作專題 他們認為香港主權移交25年來 最明顯的改變就是民主大倒退 韓聯社表示 香港現在面臨人才外流 和外資出頭的窘境 亞洲金融中心地位正在風雨飄搖中 韓聯社記者甚至從香港民眾眼中 看出他們的不安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在推特發表聲明 同樣批評港府和北京違背當初的諾言 更強調美國會和香港人站在一起 看看大陸官媒釋出香港歌舞生平 換天洗地親移交的景象 香港自由亞洲電台認為 習近平這次反港 除了象徵北京全面控制香港 也有意將香港拿來作為連任國家主席的最大衝擊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在台灣的香港人用手機看著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 與特首就職典禮直播 如果本來你就是對所謂的祖國有歸宿感的話 他們會 但是我覺得一般其實都還好 1998年出生24歲的Audrey 18歲來台獨大學念新聞系 畢業後留下來 目前從事媒體剪輯工作 面對7月1號這一天 香港年輕人認為回不去了 2022年是香港第二次沒有泛民派舉行七一遊行 在台灣的香港人說 這個日子只剩能放假一天 沒有其他意義 我們只是會覺得有一天假期 但是經過了可能19年開始的東西 我們會覺得這個 某種意義上就是不是很好的事情 香港人對於7月1號沒這麼關心 來台灣之後也不會想再回去 警局長蘇貞昌被媒體問到 也作出回應 香港是好是壞 看香港人民所受的痛苦 就一目了然 看香港的經濟就一目了然 才25年 過去答應的50年不變 舞照跳 馬照跑 都已經不見 連自由民主 都已經 當然 蘇貞昌還強調 要堅守台灣的主權和自由民主 批評大陸的一國兩制 根本是不堪檢驗 這部畢業新聞區 目前還會查不到 這是出於我對國家的忠誠 對香港的熱愛 行政長官一定要是一個愛國的人 刻意切換成北京的普通話表中心 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 過去長達40年都在警戒服務 直到2017年被任命為保安局長 在2019年反送中風波 強勢對待異議人士 擁護港版國安法 設立秘密國安部門 逮捕上百名港人 2021年晉升港府二把手政務司長 一年後開啟五官治港時代 這一大片是2019年反送中的聯東牆 台灣都還保留著 但是香港在港版國安法整肅之後 現在港民是越來越不敢發聲 北京唯一支持得票率時尚最高的特首 卻不被港民期待 TBS跨海聯繫採訪過程中 一般的港人都懼怕洩漏身份 就連多位學者也避免評論李家超 根據港府的數據顯示 從2019年人口高峰750多萬人 至2023年間人口近移出超過13萬 尤其今年前三個月 人口流失14萬人 預估今年底跌破720萬人 移民潮明顯在加速 如果人力資源在不斷萎縮的話 不管是從發展經濟還是從管制的角度 這個挑戰都非常大 這個肯定是比較超上台的時候 第一個要面對要解決的困難 離開的不只是人才 抗政運動後是新冠疫情襲來 香港跟隨北京的封空路線 也讓外資感到憂慮 不過李家超在中通社專訪中宣布 將派團出訪 向國際講好香港故事 承襲北京的外宣論述 並計劃11月出席亞太經合會APEC 但是李家超跟三名局長 都仍在美國制裁名單 他個人去出發到尤其是西方國家 尤其是五眼聯盟 去做一些政治跟經濟的交流 都會受到很大的阻礙 所以就會被不同的戰略的競爭對手 包括新加坡 包括首爾 東京甚至台北 哪怕不能夠完全取代香港的角色吧 會一點點的去瓜分香港的市場份額 眼看國際份量被瓜分 李家超看向粵港澳大灣區 他認為這是香港由智到新繁榮的重大機遇 而中國大陸市場能彌補在國際的損失嗎 數字上來講是可能的 但是這樣的話 就會讓香港的國內化 進一步取代了它的國際化 國際性OK 進一步被它的中國化所取代 這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扭轉的趨勢了 像是全面廢紙 踏步輕巧的英式不操 改學中式不操 警隊改用中國制手槍 新版教科書稱香港過去不是殖民地 還有李家超團隊出現第一位北京港漂 不會講廣東話的局長 過去從董建華曾經權他們相對的自主性比較長的 李家超的更明顯 我覺得他就是個執行 所以李家超在這任期裡面 可以說23條這個立法 可能是不是會這會通過 基本法23條立法 才引爆50萬港民上街抗議 是歷任特首的燙手山芋 李家超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之際的新特首 學者認為北京要執行的是二次回歸 也就是民心思想的正正回歸 TVB的新聞張正安李國鎮 陳日文台北香港報導 這五年來無可否認是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 挑戰真是前所未有 風高浪急 她是香港首位女特首 五年的任期 林鄭月娥稱自己在驚濤駭浪中 交出無愧的成績單 這五年來沒有一刻是後悔 接受這個任命 也都沒有一刻想過要辭職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民調 香港主權移交至今共有四位特首 末代港督彭定康 民調56.9分 移交後董建華 民調51.9分 曾應權民調58.1分 梁振英 民調43.6分 林鄭月娥39.1分 我覺得林鄭缺乏的一個政治家所具備的口才 和媒體應典能力 部分香港人認為 林鄭的性格和處事風格 跟很多香港民意 甚至跟親北京的建制派都格格不入 變成形 以及比中央比北京的政策更緊 所以就出現更大的官民之間的矛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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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夠等到完全沒有地的時候才啟動有關的填海的研究 2018年他提出明日大禹認警計畫 議會關係方面他上任前致力跟民主派破兵 但不到兩年關係破滅 血性也都沒有人性 2019年陳同佳在台灣殺人案 港府提出修改逃犯條例 說我賣港 我怎樣去賣港 我在這裏土生土長 我和所有香港人一起在這裏成長 我對這個地方的愛 令我作出了不少個人的犧牲 大型示威和警民衝突一波接一波 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例工作 已經壽終正寢 但示威抗議人不斷 最終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版國安法 接著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 口罩難買是第一個難關 加上港府一開始拒絕封關 林鄭他是一個行政者 因為靠著他40多年的行政習慣 所以他是比較適合一個穩定和平的時代 但現在在一個危機時代 他就不太適合 種種種種種種下了林鄭和多數港民 越來越深的矛盾 鄧小平當初保證的香港50年不變 但已經過了一半 林鄭扮演了這一半的最後一任特首 完全改變香港的命運 未來25年甚至未來50年 香港或許真的就不變了 林鄭的歷史功過留待後世頻段 TVBS新聞張正安 陳向如綜合報導